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Hadop 2.x 入门简介及生态系统第三章 第三章,Hadop的就业情况及课程大纲 我们先回忆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上节课我们讲解了Hadop的利用案例 就是说国内外包括百度、腾讯、阿里、新浪、京东、去哪儿、骑虎360、58同城等等 都在使用Hadop 包括国外的IBM、Facebook、亚马逊、雅虎都在使用 那在中国,创业公司以及一些小公司也在使用 那在国外,有很多很多公司都在构建基于Hadop的大数据平台 那每分钟呢,这些国外的公司产生了这么多的数据 BigDate,大数据的时代,来了 我们看一下课程大纲 我们看一下课程背景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的迅速发展 Hadop解决大数据量高并发访问的瓶颈 谷歌、百度、淘宝、腾讯、京东、360 底层呢,都是使用了Hadop 越来越多的企业呢,急需引入Hadop 以及人才 由于掌握Hadop的人呢,非常少 那所以诞生了此课程 本课程呢,帮助大家 从Hadop的产生再到国内外的现状 以及Hadop的生态圈组件 了解这个方布式的原理 目标是在中国推广Hadop技术 让大数据不再成为少数人的 所掌握的力气 人人都是大数据的高手 意义在于推进我国大数据技术的 下一个巅分做出巨大的贡献 我们先看一下Hadop的就业情况 及薪资 这是我截的一个图 是一个招聘网站上 那从这薪资上来看也是不错 都在15K左右到30K 公司呢也还好 下一张 这是20到40K 国美腾讯18到30K 这个图呢不是很清晰 我们看一下网页吧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刚刚打开的网页 这是最新的数据 那这地方呢选择了一个 默认查找一个Hadop 什么也没选择 我们看一下 这个薪资是13到20K 搜狐也在招聘 大数据 开发工程师15到25K 美团也在招聘 美团也在招聘 数据平台的Hadop工程师15K到30K 工经验呢只需要1到3年 58同城也在招聘 Hadop高级工程师是20K到30K 白鹤王也在招聘 拉钩王也在招聘 腾讯也在招聘 拉钩是15到30 腾讯是18到30 好我们就不往下翻 我们看一下 同比的一些上市公司 我选择的是北京的上市公司 Hadop 这地方也是北京的 搜狐15到25 百度 13到26 列宝一栋 20到35 车连互联 车网互联 20到20 10到20 中软 中科软 18到15 360 14到22 京东 15到25 网易 15到25 看了第一页 第一页 58同城 百度移动游戏 TCL 性子都很好 汽车之家 15到25 15到25 好 就看到这里 从整体招聘上来看 就能反映出就业情况了 他的薪资也很不错 都是一些大公司 甚至一些创业公司 上市公司也有 创业公司也有 之前所说的是完全吻合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答疑解惑 优恒的同学问我 这个学习哈豆谱有什么基础呀 那我只能说 有一定的加瓦基础 还有Linux Shell 基础 还有数据库 Circle的书写 对你学习哈豆谱来说是 很有帮助的 如果你没有 这些基础也没有关系 老师会带着你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这个整个课程呢 也是涉及了加瓦的基础 Linux 还有一些Circle 课堂上的学习方法 之前还有一个问题是 Hotop学起来难吗 还是容易 那总体来说 如果你掌握了这个 前面的先修课程 那你学起来相对比较容易的 如果没有的话 也可以跟着老师节奏 慢慢去学 也是没有问题 那我最重要的还是想说 是实战 理论可以知道 但是这个实战你知道不行 你需要去自己去做 我觉得实战是最重要的 那本课程能学到什么呢 本课程内容涉及到这个Linux Java Java Hadoop HDFS MyCircle MyCircle 那剩下这些呢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到 但是我也说一下 我会涉及到这个Skyla 那后绘会继续讲解 第一章 第一节介绍的是Hadoop 及生态系统 那第二节介绍的是Linux 长运命令 包括这个Linux 一些查看删除创建的呢 还有VI编辑器 Linux一些命令的技巧 还有Hadoop的安装环境 我觉得这一章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环境时 没法进行下面的操作 一些实战课程也做不了 那很多人学不懂大数据呢 实际上就是这个门槛 就说这一步环境搭建没搭建好 我希望大家认真听一下 好 第二章讲解的是分布神文件系统 HDFS 这里呢就会介绍这个副本策略了 还有这个HDFS的长运命令呢 包括上传下载查看删除统计的 还有Hadoop HDFS API呢 包括这个API的上传下载删除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计算模型MapReduce 这地方呢 因为讲的是2点插板嘛 所以会介绍一个样 还有这个MapReduce的整个过程 还有经典的WordCount例子 这是MapReduce学习的必需会的一个例子 那这里面就会介绍到这个输入输出格式了 还有这个Support阶段了 还有一些再介绍一些难一点的MapReduce 那也会介绍这个数据仓库前奏里面 会介绍加瓦的爬虫 这里面会介绍加瓦实现一个爬虫 抓取这个弄坛的一些数据 作为一个数据支持 这里面会讲几个爬虫原理啊 还有加瓦实现爬虫啊 还有加瓦获取海南数据了 这里面有HTML 盗墓数的有简介 还有这个解速谱进行网页的抓取和解析 之后呢就会讲解Hive数据仓库 这就会将之前抓的数据呢导到Hive中 包括表的定义啦 还有这个数据类型啦 表的分区 还有对表的操作 比如说左连接右连接 还有一些其他连接 还有这个Hive的UDF 用户自定义的函数 接下来就会介绍这个HBase 主要介绍这个HBase一个架构 还有HBase这样的操作 包括增删查感 还有加瓦实现这个HBase API的一些删除 修改 还有增加等等 还有用HBase实现这个MapReduce 还有一个数据迁移工具 可以将这个数据导入到MyCircle 也可以将数据从MyCircle导出到这个HDFS上 好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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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